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游戏的目标 就是斗法在BingoCard上 填满可以形成特定图案的字母或者数字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你都可以透过不同组合去赢 而在每张BingoCard上面 都有25个格仔 每格都印有一个介乎1至75之间的数字 另外正中心位置还有一个百搭空格 每行最顶也印有英文字母B-I-N-G-O 玩Bingo的时候 通常都会配上一本可以在一场游戏里面用的Bingo寶 当中集合了多张BingoCard Bingo游戏分别有紫卡板和电子板 你可以选择其中一款或者同时选择两款来玩 但要记住的是玩得越多 投入的金额就越多 当你去到慈善博彩中心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问客户服务代表拿一份游戏长次表 有了它 你就可以清楚了解当日的Bingo游戏长次 和获胜所需的图案组合 在游戏当中 你有机会赢得两项主要奖金 分别是固定奖金和累积奖金 固定奖金的金额是预设好的 而每场游戏结束之后 都可以由一位玩家独自赢得 亦可以由几位玩家平均攤分赢得 至于累积奖金是指它的金额会随着每场游戏 而不断增加 如果没有人赢得这场的奖金 奖金就会累积到下一场游戏 最后要提醒你的是 你需要有一支图印笔 当主持人叫出号码或字母的时候 你就要用笔在Bingo卡上标记出来 如果你幸运能够抢先在卡上填满特定的图案组合 你就要大叫Bingo 现在相信大家都准备好出发去慈善博彩中心玩Bingo啦 但都记得要明知头珠啦